身穿潛水衣穿梭在大海中 对今年73岁的金纯子来说 大海就是人生的全部 不过随着日本政府在24日排放和处理水 他很担心原本就日泊西山的海女产业 将再度受到冲击 海女的工作通常是靠着双手潜入大海中 捕捉海藻海螺等生物 然后再拿到当地市场变卖 不过在气候变迁下海水温度上升 大量非本地孵热带生物移入 导致原本的海藻等生物减少 现在除了气候变迁 海女也担忧和处理水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另外海女原本就算是西洋产业 当地登记的海女人数 虽然超过五百人 但从业人员实际上只有三百多人 而且最年轻的已经是六十五岁 海女这个传统职业未来消失 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在核处理水上不满日本政府 以及南韩当局的反应 但是日子还是要继续过 金蠢子只希望海女这一传统代代相传下去 怀疑新闻 许昊明 中华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